下面咱们就来动手去完成这个RN的神经网络 那么首先咱们还是需要把这个Mainness的数据集加进来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然后呢就是说咱们要按照咱们刚才在PBT里定义好的这个结构 来对咱们的网络进行一个初始化操作 初始化就是说咱们需要指定这个W参数还有咱们的偏置参数 因为咱们现在的Mainness数据集是一个28x28的 咱们是不是说先要把这个28x28的分解成28个1x28的 也就是说要把咱们的数据给它整成一行接一行的 就是说在这里咱们需要把这个看蓝色的1 2这个28先把它们做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Dame input的意思 每一个咱们的书都是一个28个像素点的 然后呢就有一个Dame hidden 这个Dame hidden意思就是说咱们这里有这样一个隐层 那么这个隐层就是这个H 这个也是因为它是有128个神经元的 所以说咱们的一会儿这个参数就会和这个128相关 咱们先把它给它定义出来 那么最终咱们是不是有一个output 这个output就是说咱们最终想要分成几个类别 那么这里它就是等于10的 还有一个n steps 这个n steps是什么意思 咱们是不是说咱们要把咱们的28x28的图像 分割成28个1x28的输入咱们的网络进来 所以说有多少个1x28呢 有28个吧 所以说这个n steps就是代表着咱们要把咱们的书拆分成多少个小部 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蓝色的index它有多少个 那么现在咱们把咱们需要的一些参数都出纸化的登役好了 登役好了这些参数之后 咱们就可以对咱们的权重以及偏制做一个简单的处置化了 对咱们的权重处置化就是说 咱们还是用一个tensorflow.variable 先把咱们的骨架给它定义好 那么咱们还是用这个randomnorm这个形式 把咱们的一个w是多大 然后呢b是多大都给它定义好 那么这里就按照咱们刚才说的 第一个是一个28x128的 得到了咱们中间这个隐层 那么这里呢它就是一个28x128的 然后呢还有个out吧 out对应最上面 out是什么 是一个128乘上10的吧 所以说这块就等于128再乘上10的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权重参数的一个处置化 还是非常简单的 按照咱们刚才给咱们大家画好的那个模型 一步一步去做就好了 然后呢这个bios 这个bios就更简单了 咱们就不多说了 这个关于处置化的问题 然后咱们来看 这里咱们定义了一个rn的函数 在这个rn的函数里 咱们就需要把咱们这个rn的神经网络的一个框架 给它打造出来 那么首先咱们是不是要对咱们的输入进行一个转换 咱们来想就是说 咱们现在加载进来的一个mainnet的数据 它的输入或者说 它的一个这个x是什么 它的一个x是不是一个biosize 再乘上一个h 再乘上一个w 也就是说一个biosize乘上28 再乘上一个28 那么咱们想一想 现在它是不是引入了这样一个biosize的量 咱们是不是要对这个x先做一个转换 咱们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式 这里先给大家来画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现在呢 咱们现在输入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28乘上28了 而是咱们又引入了这样一个biosize的东西 那么引入了biosize之后 咱们是不是说咱们接下来的网络 还是每28个每28个 不是每28 每这样一行 一行是28 每这样一行 一行再进行输入 也就是说呢 那么这个biosize给它加到哪 咱们是不是说这里做了28个切片 那么实际上引入了这个biosize 比如说让这个biosize等于5 那是不是说咱们就要做一个5乘上28 这么多个切片了 然后呢 每一个切片 它还是这么一个28个相处点 还是这么一行 也就是说咱们首先要把咱们的输入 做一个简单的变换 咱们来看一下 代理呢 咱们就把这个原来的书啊 它是一个biosize 乘上一个nsteps 就是一个biosize再乘上28 再乘上28的 咱们需要给它改成这样一个种形式啊 就是说用biosize乘上一个nsteps 当成咱们一共要做多少个 然后呢 每一个大小啊 都是28啊 所以说咱们现在 只是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变换啊 先是一个tresponse 然后呢 咱们又进行了一个reserve操作 进行完这两个操作之后啊 咱们现在得到的结果 就是一个nsteps 再乘上一个biosize啊 这是咱们一共要做多少个 然后呢 最后一个就是说 每一个的输入啊 它是有多大的 那么这里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 对x先做一个简单的初值化 初值化完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去做这个 咱们的输入和隐层之间的一个联系了 咱们来看啊 先是咱们的输入 先咱们的输入连到哪了 连到了这个h吧 先连到了这个h隐层 那么对于这个h隐层相连啊 它就跟咱们之前讲过的 那个最基本的神经网络啊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就直接的可以进行一个 用wx啊 进行加币 先算一下 咱们隐层啊 的一个输出是多少 那么这里啊 咱们的这个x 就是咱们变换好的 这个-x 然后呢 咱们这个w什么 这个w它是一个heiden啊 就是咱们刚才在这定义好的 咱们一个隐层的参数是多少 做完了这样一个矩阵的乘法之后啊 咱们再加上咱们的权重参数b 就可以得到 咱们现在啊 一个隐层的输出了 有了这个隐层的输出之后啊 咱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啊 咱们下一步 是不是要做这个rn的操作了 那么在做这个rn操作之前啊 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些事 咱们没有做啊 咱们啊 刚才为了计算方便 是不是直接拿这个-x啊 进行一个w相乘了 咱们来看 这个-x 它是不是代表着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一个n-steps 乘上一个bidge size啊 相当于咱们把啊 咱们现在需要的 一个所有的 一个bidge size里边 所有的图像 都现在算出来 它一个隐层的输出吧 那么咱们现在得到 一个隐层输出是什么 是一个整体吧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这个rn的网络啊 是不是要分切片进行的 也就是说 咱们刚才啊 我给大家画一下 咱们刚才啊 算完这个杠也是什么 它相当于是一个吧 就是说 相当于咱们的输入 这个x直接连到了这块 对吧 咱们说出来的是一个整体吧 那么咱们来看 咱们现在的rn 它的接收这个输入是什么 它接收的输入啊 是不是咱们上面这个模型啊 是一个切片 一个切片的吧 所以说 咱们刚才既然是一个 整体的运算 那么现在呢 咱们需要把这个整体啊 切分成几个小片 那么在这里 咱们来看 咱们是不是要把 咱们要做的东西啊 给它切分成一个序列 接这个序列的 因为它给rn的网络啊 它接收的 就是需要咱们给它切分成 一个序列 再接着一个序列的 所以说啊 在这里 咱们还需要做另外一步啊 咱们需要把这个杠a 再进行一个切分 也就是说呢 咱们刚才是进行一个 整体的运算 整体运算完了之后啊 咱们再做清分 这样可以方便咱们的计算 咱们啊 其实事实上 也可以先做切分 然后呢 再去算这个中间的隐层 但是啊 大家想一想 这么去算 是不是稍微麻烦一些啊 所以说 咱们第一步啊 让它们共享去算啊 也就是说第一步啊 咱们在算这个隐层的时候 咱们是通过一个整体去算 算完这个隐层之后呢 咱们再把它切分成 那么一小片 一小片的 那么切分成一小片 咱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TensorFlow.Split啊 按照咱们这个 nsteps啊 进行一个切分 把咱们的这个杠a 切分成 咱们刚才指定好的 那么多份 切分完了 刚才指定好 那么多份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现在啊 就到了哪块了 到了这个RN这块了吧 咱们需要在RN这块 做一些东西了吧 那么这里呢 咱们就利用 TensorFlow啊 给咱们提供好的一些函数 比如说啊 这里有一个 TensorFlow.NN模块下 这个NN模块下 有一个run cell 这个run cell模块下呢 又有一个Basic LSTM 咱们就用这个Basic LSTM啊 做咱们的计算单元 在这里呢 咱们只需要传入啊 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啊 就是说咱们最终啊 想得到的一个变量的大小 因为啊 咱们在这里 还是想得到一个128的吧 所以说在这里啊 咱们就把这个128传进去 然后啊 这个LSTM啊 它还有一个什么特性啊 它是不是说 它会有选择的去忘记一些 咱们的啊 就是说输入GL 它可能啊 有选择就会忘记一些 咱们之前输入的一些信息吧 但是呢 在咱们网络刚开始的时候啊 咱们不希望 刚输入进来的东西 咱们就让它忘 所以说呢 咱们可以指定一个参数啊 一个forget bears 咱们给它指定成1.0啊 就是说 刚开始你什么都不忘 等你啊 之后 在第一个完成之后啊 你再去忘啊 那么就是说 咱们刚开始情况下 咱们让网络什么也不去忘 然后呢 计算好了这个LSTM sale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来组建 这个RN的神经网络吧 咱们来看 这个RN神经网络 首先 咱们先传进来的是 它的一个LSTM计算单元吧 那么第二个参数 就是说 咱们要传进来的 一个split 一个split 就是说啊 咱们要把一个切片 接着一个切片的往里传 然后呢 对这些切片啊 进行一个LSTM单元的计算 那么咱们来看 这里有两个返回值吧 一个是LSTM-O 一个是LSTM-S -O呢 -O啊 是不是它最终的一个输出值啊 其实呢 咱们可以得到 就是说 咱们是一个切片 一个切片输入嘛 咱们可以得到 每一个输片的O啊 就是说 每一个切片啊 它的一个输出值 咱们都可以得到的 然后呢 每一个切片的一个 杠S 它的一个中间结果 咱们也是可以知道的 那么 咱们这两步完成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 就可以得到了一个 最终的结果了 最终的结果什么 最终结果这个杠O啊 它等于什么 它是不是等于啊 咱们来看啊 这个杠O 这块中间 是不是还连接一层啊 这层等于什么 还有一个权重参数吧 等于128乘10的 所以说呢 咱们就可以用一个 LSTM-O 这里有个-1 什么意思啊 刚才说了 就是说 咱们可以得到 每一个层一个 最后的输出吧 但是 咱们最终想要是哪个 咱们最终想要的 是不是一个Final的 一个最后的 就是说 最后我画圈的 这个位置的吧 所以说啊 咱们只需要拿到 最后这个位置的 再去乘上 咱们这个层的一个 权重参数 那么这个层的权重参数啊 就是这个Wout 然后呢 这块进行一个 WS加B 是不是 咱们就可以得到 最终的一个输出值了 所以说啊 最终输出值 这个-O 就等于LSTM-O 里边最后一个 它计算出来的 那么最后呢 咱们就可以把 咱们的值啊 给它返回回去就好了 其实啊 咱们一会儿要用的 就是这个 最后的一个预测值 最后的这个-O 我们下转的项目标 我们下转的项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